然后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世界名菜 麻婆味型 走了 我们先逛一逛 这个可以 这磨玉豆腐 大娘 帮我们切一块吧 切一半 这个多重啊 哇 这块将近两斤 那你们平时怎么吃啊 这个 磨玉烧鸭子 可以 磨玉烧鸭子 可以可以 就是用那种酸菜鱼的酸菜吗 多少钱来这 我又忘记了 五元四 好了好了 你休息吧 生意兴隆 那我们今天就用 磨玉豆腐来做麻婆磨玉豆腐 把厨房交给男人 这道菜为什么叫麻婆磨玉豆腐呢 顾名思义 肯定是跟麻婆豆腐的做法一样 只不过换了磨玉豆腐而已 蒜苗 白的这个部分 我们简单给它拍一下 然后稍微给它抹一下 不要切太大 切太大就是它不好透 到后面的话 我们这个可以给切一些 蒜花出来 我们把这个蒜花单独装 因为一道菜用不了那么多蒜苗 这个花呢 我们可以吃面的时候撒一下 或者等会出锅的时候撒上外面 当点缀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些前面有蒜白的地方 等会我们可以给它炒进去 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个磨玉豆腐 然后大概给它切成两分钟左右的方钉 像切这种豆腐啊 从左往右切 这样就不会粘到 然后把切好的磨玉泡到冷水里 加一些白醋进去 那这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去除它的一个碱味 泡个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磨玉泡好了 我们来烧一锅开水把磨玉给焯个水 为了让它更入味呢 也进一步的去除碱味 我们要把它简单调个味 然后调出一勺老抽 这样的话颜色也会更棒 转成中火给它煮个五分钟左右 这个磨玉豆腐煮到什么程度哈 就是只能闻到磨玉的香味 还有透入一点这个老抽的酱香味的时候就可以了 就没有那种明显刺鼻的碱味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它给捞出来 磨玉一定要煮熟之后再进行操作啊 因为它是有微毒的 我们锅里少加一点点的油 我们先把牛肉末给炒一下啊 炒出末的时候火不要太大 麻婆豆腐里的牛肉末一定要炒到酥的状态 OK 等我们的牛肉末炒到这种外表 有一种透着红褐色的焦感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把牛肉末给盛出来一半 然后我们锅里要留一些牛肉末啊 我们现在来炒这个料头 姜末 蒜末 稍微加点油进去 炒香之后我们来调入灵魂 一勺豆瓣酱 今天呢我还会用到老干妈的豆豉酱 然后把它给炒散 小火啊 火不能太大 如果想吃稍微辣一点的话 我们再来加一些干的辣椒面 好 然后加入开水 加完开水之后转大火 水开之后我们就下入豆腐 如果想要麻味更爽一些的时候 我们在煨煮的时候加一些大红薄的花椒 这个汤的量就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把火稍微调小一点 开始调味 来点白糖提鲜 中和这些辣味 让它辣而不燥 来小勺的鸡粉 然后我们再来调一点点的老抽啊 我这个颜色我觉得不够酱红色 花椒油来一勺 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青蒜苗给下进去了 青蒜苗一定不要最鲜下 因为那个炖软了之后不好吃 好 大火 稍微再补一点点的盐 调完味之后我们把这个汁啊 再给它收一下 然后我们来淋入水淀粉 汤汁收浓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的牛肉末 花椒粉 OK 可以出锅了 关火 装盘之后我们再撒一下我们的青蒜花 然后还可以再来一点点的花椒面 麻婆磨一豆腐 完成 干饭啦朋友们 哇 这我为什么一勺咬上去全都是牛肉啊 试试看啊 看牛肉够不够酥 豆腐够不够入味 哇 如果能有一碗米饭就带进了 好好好 吃一小碗 我现在要趁热蒸过米饭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菜就谁能关注